好在一開始之前呢 首先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年的這個龍甘米甘節 在上週就正式展開囉 在每個6日都會在龍甘大操場這邊舉辦 那這一次呢 還有特別推出了一個馬卡龍米甘 那用豐富的色彩要來 豐富色彩的米甘要來挑戰民眾的味蕾囉 那純手工天然製造的染色製成 那包含了像紅色的甜菜根啊 橙色的紅蘿蔔等等的 還有綠色的茴香 這邊呢豐富的色彩 那美食也讓大家看的就是食指大洞 所以呢 緊接著我們今天的第一道料理 當然就是別具風格的顛免料理囉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吧 眼前一大碗的米甘和大薄片 沒錯 這些都只要幾十元就可以吃得到 這樣的銅板架美食 日新很多饕客前來品嘗 當然楊朝偉也特別推薦眼前的火燒大薄片了 做工複雜 但品嘗起來那火燒過的香味 在口齒中流香令人難忘 今天特別帶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來到我們桃園平鎮中立八德交界的 我們雲南美食 我想這個雲南美食 不光是在我們桃園市非常有名 實際上在我們全國都非常有名 實際上雲南美食在我們桃園 除了建立很好的品牌之外 實際上最有名的這一家就是 在我隔壁的老闆 國旗屋的張老旺 張老鄉 因為它特別的特色就是國旗屋 它整個房子都是國旗 這裡不但是銅板美食 而且是打卡的景點 誰說評價就是吃得簡單 不會飽 在這裡不但可以吃得飽 還可以吃得滿足 除了吃 老闆還可以跟你分享 國旗屋的由來與故事 那這個都是我們平常雲南子弟 或者是附近的所有的鄉親們的美食 早餐一直賣到中餐 覺得我晚上沒有時間煮飯的話 他也把它當作晚上 想要看滿滿的愛國情操張老旺 對國旗的情有獨鍾嗎 想體驗銅板美食的好滋味嗎 不妨跟隨著楊超偉的腳步前 去品嘗一番 享受這絕美的好滋味 陶修東一飛中立採訪報導